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飙车 我是徐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冰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台美国的品牌 就是我身后这台别克的军威 当然其实别克也好还是军威也好 其实真的可以说是很早期进入中国轿车市场的品牌 或者车型之一了 当然我们这台军威现在已经到了第六代的产品 它售价是从17万2800一直到25万9800 当然我们身后这台是2.0T的版本 当然更便宜的还有1.5T的 但是好在它的变速箱全系都是一个9AT的变速箱 当然是一个横置的平台 好 当然今天还是先跟着冰块玩专业车 看看我身后这台军威2.0顶配的这台车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还是来跟大家说外观 当然外观也是老话见仁见智 其实刚才我也是仔细的品味了一下 这台军威的外观 在我脑子里面还是别克就非常早期进入中国那台车 就是3.0V6的 那会还卖30楼非常非常贵 其实我现在仔细想 其实现在的外观跟那个时候其实相比并没有设计出圈 但是的确可能线条等等这些小的细节有一些变化 包括说叫两瓶胡子 也是网友开玩笑 就是两瓶胡子不一样之外 其实总的来说跟以前的印象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这个也真是啊 就是其实你看一些成熟的品牌 包括说BBA也好 包括说大众也好 其实他们总是还有一些东西要去追随的 而这个追随其实从外观来说 可能就是它的精神 或者说一些非常特别的设计元素 就算把标挡住了 一看就是一辆别克车型 这可能也是对一个车的认知度的一种方式 我们这台车是一个LED的远近光 行吧 外观就跟大家去聊到这 然后当然有话既然念这 我现在去侧边看看侧边是什么样的 这辆车的轴距是2829 2米8多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B级车的一个轴距 其实刚才也是在聊天说什么 说这个B级车从哪开始算 基本上说说2米75左右吧 2米75往上了基本都算B级车了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很多A级车把轴距做到2米7真的已经是很大了 当然里面的座椅的空间我们一会进去再跟大家聊 我们还是先来到后面 后面这边是上汽通用 当然外观也是就在这了 这边是军威 然后28T 28T就是2.0T的车型 如果后面写的是20T的话 就是1.5T发动机的车型 我们刚买到手的时候就研究说 这后备箱难道真的只有钥匙上面 那一个按键可以开吗 那是里面翻遍了 没有找到按钮 就连美系车通常非常隐藏 那个地方也都找遍了 没有 最后翻说明书 然后最后发现原来它的后面开启 是要按这个标 大家可以看 它这个标是可以按下去的 是一个点触的这样一个开关 也是可以开的 这个做的很隐藏 为什么大众的车型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个标一翻就可以了 是因为大众在宣传这一块还真的不可否定 就广告杂的多 媒体可能说大众车型也说的比较多 所以总是能够听到 但是这个车没特别关注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比较小白了一把 好 这个是它的后备箱的开启的方式 阻尼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大包小包都已经塞在后面了 也妥妥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也是把它给拿出来了 跟大家去看一下深度 首先这个里面也是最长的 那个大包 放进去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这一个包妥妥的 非常轻松的就能够放在后面上 非常轻松 所以说这个后备箱绝对够深 然后并且也够大 好 这几个包真的是非常从容的就能放进去 非常非常简单 好吧 那空间就跟大家去聊到这 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是开口相对空间来说是小的 好 打开然后把它拿起来 都可以看到千斤顶 然后拖车钩等等的工具都是在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小管 这个管是用来加油用的 因为它的油箱 给大家看一下 OK 它的油箱也是这种叫easy feel的一个模式 就是不用拧盖了 然后如果加热化直接往里一捅就行了 我们直接拆的福特也都是这种形式 虽然美国人真的懒真的 我发现很多的设计 它宁愿制造的时候装配的时候麻烦点 一定要为懒惰的美国人去服务 所以说你要想加添加剂的话 就是要用这种口插进去 然后再去加 好 这就是这一个工具的小小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它的三角盘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 用的话 这边抬起来 一抽出来就好了 后排座位是可以四周放倒的 是通过这两个拉手 拉开以后就可以了 里面是没有拉手的 这块也是有相应的阻挡 阻尼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比较顺的 还是比较顺的 当然对于这个车 我们后台也有很多小伙伴说 说这个车的高尾刹车灯这一块会漏水 就洗车的时候会漏水 这个车到底会不会漏呢 因为这车买来到现在还没有洗过 欠心态给它洗洗车 也顺便看看 我们这辆车里面是不是漏水的 我们刚才也是滋了半点水 也算是高压情况下到了缝尔滋 然后里面的确没有看到任何的漏点 当然说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为毕竟有网友跟我们说 说他们的所谓车友群里面 的确会有发现这种漏水情况 我们跨界先说它是不是漏或者是真漏还是假漏 我们就说这个造型 就是说这种高尾刹车灯的一般来说 都是在车的里面是通过这块去漏出来 这种的设计的确说是又麻烦 而且又有这种所谓的漏水的可能性 因为你的部件多了 你的连接的地方就多了 而且你的玻璃的生产的过程中 还要做一个弯曲的处理 然后在打胶的时候 包括说机器人控制这一块 也是要堆到手续 好看是好看 但是的确会产生过两个问题 好吧 这块就聊到这了 简单说我们这辆车的确是没有漏水的 好 我们现在去里面看看 看看这辆车里面是什么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车内 然后跟大家去简单的聊一下 这个车的一些使用的细节 好 我们还是从走到右老规矩 然后跟大家去说一下它的使用 首先说四门都是一键升降 四门都是一键升降 然后再往上是反望镜的折叠 和后面的车窗控制的锁定 然后我再次说 如果说加油有小孩的话 12岁以下记住 小朋友们都要在后面去做安全座椅 然后包括爸爸妈妈也都一定要注意 因为真的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说你抱着吧 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可能大人是OK没有问题 但是小孩受伤的这种几率 或者受伤程度 是要比大人要多的多的 我每集都会再唠叨一遍 大家别以为我是汤僧 好 那在往上是反望镜的调节 顶端的两侧是左右的选择 然后上下左右就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就是这一块 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找到 可以在车内控制后备箱的按键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就想开后备箱的话 就必须人出去去摁一下 或者说司机去摁一下钥匙控制才可以 好 那我们这个车呢 配置相对于是比较高 就是2.0T的顶配 因为2.0T其实大家去开配置表时候会发现什么 2.0T所谓军威只有这一款 那再往上是GS 那再往下就是1.5T的车型 所以说这个车的配置还是比较高的 首先看到有两档的座椅记忆 那后面有一个M1M按键 然后有一个E2按键 怎么用 先按一下M1M 然后呢再按一下1或2呢 就是记住了当前的这个位置 就如果说两口之家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好用的 包括说反望镜的位置 也可以去自动的去调节 好 这块呢按钮就没有什么了 到时候那个座椅控制 这个包括说电动腰部直冲 这些这个车都是有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上 那四门的开择解锁呢 是在门的这个位置 门这块的按钮呢就没有了 最下面这一块非常明显的 一个前面引擎盖的开关 它不是很深啊 就在这块 你一偏身就能看见 然后上面呢是大灯的按键 包括说这个亮暗的按键啊 最左侧是仪表盘明暗程度的调节 是你需要先按一下 这个跟大众是很像的 因为大众以前的车的调节 都是这样的啊 一个小钮 按下去 调节完了以后 你再按下去 就可以把它变得更隐藏一些 然后往右边是大灯的调节 你在auto档 可以看它一二三四 一共有四个档 一个是开关档 auto档 然后是视宽灯跟大灯 当然呢 你往右转的话呢 会强制点亮 当然说呢 你回到auto档的时候呢 不是说你到这了就一定是 不是 你往左去旋转的时候 可以看到自动大灯的开与关 是两个不同的选项 这个不像是德国车 或者是日系车 在auto档的话呢 是有一个确定的档位 这个是需要往左拧 去进行调节的 这个天窗呢 不是一个大尺寸的天窗 但是呢 我在用的这段时间呢 我也发现就是这个天窗 它的电机的声音是很低的 大家可以听啊 OK我再打开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声音 因为很多的电动天窗你在开起来的时候就声音特别大 这个我会认为相对而言呢 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天窗 左边是控制天窗的开合 那右边这个按钮呢 是控制这个天窗的扬起啊 等等等等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一块 那再往右侧是霧灯的开关 好那我们再过来吧 因为这辆车呢 是支持HUD的 所以说呢 它的HUD控制按键呢 是在这个位置 一共有三个按键 那最左侧是它的上下的调节 中间这个按键是切换里面不同的显示功能 而右边的按键呢 是调整它亮暗的这样一个鸟 然后一共三个鸟 它的HUD呢 是在前面 然后显示的信息也是比较多 是比较清晰的嘛 真的算是比较清晰 并没有看到有什么重影啊 这种感觉 就还算是很清楚的 好我们还回到发行盘这块 那左侧呢 这块呢就很简单了 只剩下远光灯和转向灯了 其他的灯的功能都给放到下面了 好那就在这块呢 是雨刮调节 支持自动雨刮 并且可是多档可调 别的呢就没有什么了 回到发行盘吧 这个发行盘呢 是一个多功能的发行盘 左侧主要是以限速和定速巡航为主 好那右侧呢 是多媒体和行车电脑 我们先说行车电脑吧 首先呢 它的仪表盘呢 中间呢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液晶屏 那左右的指针呢 左边仅仅是转速 右边是没有速度的 那右边这些表呢 就是美国车我发现 就是它的这个表会特别多 很多很多美国车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右边是水温 左边是电瓶的一个电压的一个指示 因为这个电压指示 很多车都是不显示的 或者说呢 会藏在一个比较深的菜单里面 这个就直接显示在外面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美国人都对这个电压特别敏感了 因为比如说没在美国生活过 这样也不是美国人 所以说呢 这个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一个设计逻辑 最左边是油温表 机油温度表 然后呢 右上角这个是水温表 右下角这个是油料表 所以说呢 在这一块上面呢 一共对于车来说 是有四个显示的项目 机油温度 水温 电瓶的电压 还有油表 这个真的就是很多车都不会显示那么全 好 那么还是跟大家去捞叨一下 它的行程电脑的使用逻辑吧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按键是没有问题的 上下左右 然后中间是一个对勾 就是一个OK键 它的使用逻辑是这样的 它分为左侧菜单和右侧菜单 那左侧菜单是它的总菜单 也就是说你需要按一下左键 然后就能调出你想显示哪一类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信息 音频 电话 导航和设置 比如说我们先进到信息 信息里面呢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那些油泡啊等等等等啊 续航里程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按上下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选项里面去进行翻滚的显示调节 包括说有主动式的胎压监测 然后还有平均油耗 然后计时器啊 就是跑圈速啊 就是跑圈速用的计时器 然后还有油耗排名等等等等啊 包括说油耗趋势这些东西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其实可以在按右的按键去展出更多的功能 例如说我们在小记里程的时候 按右键就是对小记里程当前的一些操作 那对于这个小记里程呢 只有一个全部复位这样一个 这个逻辑呢 是在其他的这种选项里面呢 也是如此 包括说音频电话也好 就是先选定一个 然后在此菜单进行调节 然后你想要进一步的操作 按右菜单去进行其他的选项调节 这个是他的一个使用的逻辑 当然呢 对于这两时候而言呢 其实他的功能显示还是很多的 我们再给大家去展示一下选项吧 选项的就是对车的一些调节啊 比如说显示的主题 然后再可以显示多少项 我们就是行车电脑的那些显示数据 比如油耗等等啊 它是可以关闭的 比如说我就想看油耗对吧 我别的我不想看 你可以把摄影都关了 这个是可以去选择的 包括说你的报警的车速啊等等 都是可以调的 好 这就是大致的一个使用逻辑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在左下角有三个小人拿着键 就是安全带的指示 所以说后面没有系安全带的话 会显示你可以提醒啊 因为还是那句话 坐在车上任何一个位置都要迹象安全带 不出事情倒好 出了事情的话 不及安全带是很惨的 前面后面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仪表盘的部分 那左侧呢是它的定速巡航 然后这个就不再那么说了啊 然后呢 按右侧是定速巡航 按左侧是线速 然后按下是set啊 就是到了一个速度以后 按下的set 然后加加加减减减 按刹车是cancel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边呢还有一个语音识别 包括它的接打电话语音识别 我简单测试一下 因为其实这种品牌的 现在语音识别大部分都比较好使的 那现在合资品牌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零啊 那我们还要测试一下 好按下去 请说指令或说帮助 导航到乐天马特超市 指令无法理解 关上天窗 你看所以说就这种合资品牌 它的语音 它是一个单向的 就是一点都不聪明 特别傻 所以说我基本上就是从来都不用 好那多媒体的控制就比较简单了 声音大小在最右侧 然后上去下一去 别的呢就没有了 好那方航盘呢就说到这儿 那我现在呢 回到中央的多媒体这一块啊 这辆车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功能不算是很丰富多产那种啊 给大家去唠叨一下 媒体电话影射导航设置空调文本 安基兴 对这个车是支持安基兴的 安基兴呢 深圳的是人与人去进行沟通 那边呢有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啊 Cosenter 然后我要干嘛干嘛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呢这个还是要每年去交年费的 这个就要花额外的一些费用的 除此之外呢就没有更多东西了 当然说呢这里面还有应用下载 因为这样说知识四季的 还有更多的应用去可以用的 当然呢我们对使用来说呢 这个车的确不算是很复杂 就是一般的常用的都是有的 而且呢这个车是支持Coplay的 这个也是比较好啊 如果说是苹果的小伙伴 后面有插头插上以后呢 这个无论是导航也好 还是一些听歌也好 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这个屏幕呢就不再说那么多了 再往下呢说了它的一些的实体按键 下面这块呢就是主要对屏幕多媒体的一个控制 中央是开关按键 然后呢声音的调节 上一曲下一曲 然后返回按键 最左侧是Home按键 有时候你进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面了 然后呢你按这个小房子就回到了总裁单 那最左侧是双闪 最右侧呢是ESP的开关 因为我们这个车呢 还说啊说配置比较高 是一个BOSE影响 还是可圈可点的 还是我们说这个车的BOSE影响调的还是可以的 因为对于车的影响 它说你的硬件是一方面 最主要是BOSE的调教的能力 包括说它在早期在设计这个层面 就入驻于主机场 跟工程师一起对车内的空间等等 是否符合BOSE这个设计需求 都是会参与的 好这块是它的控制这一块 那往下呢是它的空调 空调呢是一个双区的空调 温度的调节 包括说自动的按键 座椅是有通风和加热的 有一点是要说的什么呀 就是虽然说这一块它的按键呢 已经可以设置绝大部分的功能 但是它的显示屏上面呢 还是可以更细细的去设置啊 你按一下上面这个按键 然后可以在上面看到呢 也有相应的空调的一些模式在里面 同步也好 还是出风的方向也好 都是在上面可以调的 那我们再往下呢是有一个杯架 然后这一块呢是钥匙的紧急解锁的位置 然后这块呢有一个12伏的口啊 然后再往下呢是跟开车相关的 运动模式起停的开关 然后那边呢是倒车辅助的开关 再往下直列式的排档 直列式的排档 然后切到D档按左侧 然后是加加加减减减 这是一个9速的手自体电动箱 再往下呢是自动的手刹 这边是一个主空间 然后呢这边呢也是一个大的手刹箱 然后有两个USB接口 包括一个奥克斯印的接口 好的功能呢 基本上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吧 然后手刀箱里面是有小绒面的啊 这个做的还算是比较细致 然后眼镜盒没有看到 上面这个也是有灯的 然后主妇驾驶都是有化妆镜等等 这种这些东西 好吧 功能呢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儿 然后说一下大致的一个感觉吧 当然了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它的材质的布局 首先这一块是一个软的材质 然后这一块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这一块是皮革的 再往下是硬塑料 整个衣表台是一个软的材质 这一块也是一个软的材质 这块也是软的材质 手刀箱是硬的 这块是软的 OK最下面是硬的 然后是一个皮的座椅啊 而且是中间是那种翻毛的 可以说呢 这台车的软材质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用软材质的车型不算太多 虽然说它的软材质是很多的 但是整体的塑料感是比较强的 当然了这个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啊 只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说说坐姿这个问题吧 首先呢 可以说这台车的坐姿不是那么的舒服 就是它的座椅是比较硬的 但是有一个相当的优点什么呀 就是它的座椅呢 不会说特别过于的宽大 两侧的支撑 包括说座椅的两侧支撑呢 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会认为它的座 算是一个小小缺点吧 至少说我会认为是一个小小缺点 就是它的座啊 设计的是很内凹的 它的想法就是想把你的屁股牢牢的给固定在座椅上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说它是一个繁忙的处理 就是对于摩擦力这一块呢 的确会很大会很稳 但是呢 它的边会特别硬 这个边会硬什么 就是在你每次上下车的时候 至少我啊 我每次上下车的时候呢 我总是会先坐一下这个座椅的边上 然后再把屁股挪进来 因为这个大家上车很难说 一屁股坐到这个里面是没信 都是先坐一下 然后再挪一下 当然说呢 如果说您非得把这座椅好都吞到后面去了 这一屁股肯定是能坐到位啊 就是我 大家看也是一个标准的坐姿 坐的时候呢 总是会搁屁股一下 总是会搁一下 其他的呢 就没有什么了 人体工程学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按钮的使用 包括说整体的使用呢 我还会说比较符合吧 就是还是会比较方便 虽然说屏幕比较小 但是呢我还说功能这块呢 还是算是既触既达吧 其他的呢就没有太多了 然后一些按键的设置呢 包括说按下去的感觉呢 也是处理的比较不错的 就是不会说我会感觉有那种不当的地方 OK好 那前面呢 就跟大家去简单的聊到这儿 那我现在啊 然后标准坐姿 然后我现在看看这辆车 2829的轴距 那后面的空间 后面的舒适感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我们进来来到后座啊 跟大家去唠叨一下 首先说功能吧 后面有一个单独的书风口 下面呢有两个USB充电的位置 然后中间这块是有辐导的 不是那种一下到底啊 也是有这种支撑的 然后呢可以四榴放倒 我这边是四的位置 这边呢是六的位置 然后打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不是全屏 不是全屏 它的后备箱呢会更低一些 还有一点就是 这台车中央是没有头枕的 说的确呢 美国是有相应的法律 中央是不允许有遮挡物的 但是我们之前拆的辆Model 3 对不对 人家中央也是没有遮挡物 但是人家也能做出单独的头枕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不是你中央没有头枕的理由 因为人家Model 3也是一个美国车 人家中央没有遮挡 人家也有头枕的 所以说这块呢 还深深吐槽一下这个车啊 中央呢是没有头枕的 好那这块呢是使用这块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空间吧 首先我先做的板直啊 然后头顶上空间 零零复数 我比这歪头是这样的 前面一二三拳很大 但是这个大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它的座椅调的太直了 是调太直了 我们很少说在轿车上面能够看到这么直的座椅啊 就说SUV是有可能的 是因为它可能会有多段可调这个东西 刚才说呢 正常座的话呢 哇 出路一点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这个车你感觉是很大的空间 但实际是坐的是不舒服的 就因为它这个座椅一半太直了 我往下出路一点的话 这边空的会太多 而且它的座椅呢跟前面一样也比较偏硬的 这一块啊 就说没有这种所谓的传统美国车的那种大沙发的感觉了 其实后来两代的军威呢 是完全交给通用德国的研发中心去研发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欧洲思想去研发的 所以说呢 看到就美国味呢 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毕竟说这个车其实在欧洲的时候呢 它是用欧宝的这个品牌去生产的 就车情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呢换了一个名的换了一个品牌 行吧 这也是最后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点点的小知识吧 呃 明天呢 主要是这辆车的一些测试和试驾这一块呢 主要呢 试驾这一块呢 呃 其实我就更想去跟大家去分享这台九速变动器到底是如何的 因为之前呢 也是跟大家去聊过啊 基谱的也是横置的结构 然后也是一个九速变动器 然后结果发现真的是不好用 那这辆车呢 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那就是明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内容 好吧 那今天呢 大飘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的颜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板块 当然也是 说真话大名块 那我们明天的试驾 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